13岁少女遭受严重烧伤 头受光了 没有了 美容店老板娘多番推诿 她认为这个案件 民事案件的证据是不好的 证人还原了事情的真相 检察官真情帮助 暖人心 我能够唤醒她的那一点母爱吧 走过阴霾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22年9月17日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检察院的 两名检察官去了当地一位居民家 检察官是去探望一位名叫小孟的女孩的 这样的登门拜访 检察官已经持续近两年了 小孟是2004年10月底出生的 四年前的夏天 当时还是13岁的小孟曾遭受过一次重度烧伤 头 面 颈部和躯干四肢都被烧伤 全身烧伤面积达27% 虽经治疗 可时至今日 小孟浑身上下仍布满了疤痕 皮肤色素沉着很深 就功能性这一块是没有啥的 对 如果说弄就是让她能好看一点 我也不知道 她只能再给她重新织皮 织好一点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13岁如花的年龄 这对小孟来说很残酷 受伤的那段时间 小孟和家人的生活布满阴霾 感觉到无助和绝望 他们是在检察官的帮助和陪伴下慢慢走出来的 那当初这家人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小孟的老家是河南的 出世前一直在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 2018年年初 读初中一年级的小孟不想上学了 辍学后就来到了江苏太仓 因为妈妈在这边打工 不想多 小孟两次她自己不愿意读 这成绩不好 成绩不好 然后她也可能那时候也可能不知道 然后她就是怎么都不想读 这么小就辍学 妈妈和家人曾尽力劝阻 希望小孟能够继续学业 可小孟并不回头 来到泰仓后 年仅13岁的小孟无所事事 整天抱着手机打发时光 从小孟的未来考虑 妈妈帮小孟联系了一家美容院 小孟从小就爱打扮 美容行也是她喜欢的 很高兴地去了美容店 因为还未成年 小孟其实是在美容店当学徒 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 可小孟乐在其中 没想到在美容院 坐了不到三个月就出事了 那会儿都五点多了 然后她给我打电话 说小孟不是出事了吗 谁给你打电话 就是店里面员工 他们店里面有一个员工 2018年6月5日 小孟的妈妈接到美容店的电话 说小孟在美容店里烧伤了 伤势很严重 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 当时的小孟躺在病床上 时而昏迷 时而清醒 身上满是水泡 大面积红肿 见伤势严重 太仓本地医院建议 将小孟转往 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去 太仓是与上海市相邻 当天晚上小孟就转院 到了上海市的一家大医院 在美容院当学徒的小孟到底遭遇了什么 为什么会被严重烧伤呢 小孟在重症病房抢救时 妈妈曾问过美容店的老板娘郑某某 她就含糊不清地说嘛 知道吧 就是小孩她的什么自己玩火 什么含糊不清的嘛 就那样讲的吧 然后说她说 就是说含糊不清的 不管她怎么样 希望她在我店里面 然后后面那砸锅面 这个钱的 都是她来付嘛 郑某某的承诺 小孟的家人做了录音 小孩之中要花钱 哪怕我没钱 我借钱都给她花 这里放映好了 学们怎样 这个责任我肯定付的 虽然出事原因含糊不清 可郑某某答应负责到底 小孟的家人就没有去深究 毕竟治病要紧 小孟入院时 郑某某先支付了 11万元的住院费 可小孟的病情很严重 11万元钱很快就花光了 第三天 美容院老板娘 郑某某说回去筹钱 可过了两天回来 说法变了 她说小孩子自己玩了 她就好像就已经 自行过历史了 你只要不认这个 说是她自己玩了 没有证人作证的话 这个钱你可以不出了 就后面都没有了 就逃了一天去上海 刚去上海的时候交的钱 这天一晚她就没出了 没出了 后面动的手术什么的 没有钱 就是一个没有钱的 郑某某不愿出钱 小孟的家人 也没有经历与她过多理论 当时小孟还住在重症病房里 刚刚度过危险期 治疗不能耽误 小孟妈妈与家人 只得四处筹钱 借便了亲戚朋友 才将小孟的治疗费给交上 起码有个六七十万吧 自己逃多的吗 自己这边的话 然后自己当时手里面 也有点钱 然后手里面有点钱 然后姐的 我哥的 还有我姐的 我哥的 我姐的 还有我同学他们的 虽然债胎高筑 幸运的是 通过四个多月的治疗 小孟的病情 总算被控制住了 病情稳定了 可活泼漂亮的小孟不见了 出院后 小孟浑身上下布满了疤痕 皮肤色素沉着很深 容颜近毁 在家陪了他几个月 然后一直他心情不那个 然后那时候不是也没有钱 我自己 其实我自己走不出来 那个心 我自己心里 以前长得多好 可能一个小孩子是吧 一名年仅13岁的少女 这对其人生的影响 不言而喻 小孟和家人很难接受 就是 就是这样的话 还不如就是 就不想讲 那就是不火了 还在说这话 小孟与美容店老板娘的 讲述大相径庭 证人的证词前后不一 官司撤诉 转而向警方求助 他认为这个案件 民事案件的证据是不好的 走过阴霾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小孟还有一个弟弟 父母早年离异 姐弟俩主要靠妈妈来抚养 怎么帮助小孟恢复信心 从中走出来 是妈妈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 而且为了给女儿治病 母亲欠了许多债 连工作也没了 小孟妈妈本来在泰仓 开了一家麻将馆 生活还可以维持 可小孟出事后 无暇打理 只得关闭了 债台高筑 还没有经济来源 再加上小孟当时的精神状态 所有的压力都扑向了妈妈 妈妈说 那阵子她和小孟一样 看不到未来 两人经常是在家里 一关就是一整天 不想见任何人 不想说任何话 就是她想出来 都不让她出来 我感觉走不出来 那种阴影 人家就楼上楼下看到 就是有那种 去玩说来说去嘛 然后没那个 其实妈妈心中 一直有一个疑问 当初小孟到底是怎么烧伤的 真的是她自己玩火导致的吗 妈妈曾问过小孟 小孟否认说是自己玩火烧伤的 说是美容店老板娘 郑某某导致的 这次采访 记者拿到了一段视频 是小孟病情稳定后 在派出所里做笔录史录制的 小孟回忆 初始当天下午 美容店里没有顾客 老板娘郑某某觉得无聊 就将店里冰箱的冰块铲出来砸碎 放在一个盆子里 想用烧着的卫生纸 将冰块烤化来玩 卫生纸不管用 老板娘郑某某就喊小孟将店里的酒精拿过来 店里的酒精一般是用来给美容器材消毒的 小孟听从老板娘的吩咐 将酒精递给了老板娘 小孟说递完酒精后 她就蹲在老板娘郑某某的边上玩手机 突然一声爆响 一团烈火就将她包围了 事发突然 小孟的第一反应就是用双手捂住了脸 可大伙已经将她的头发和衣服都烧着了 小孟赶紧起身 跑到了身边的一个房间 火上来烧到你什么地方了 大师 把衣服烧着了 衣服又没烧着 美容店老板娘郑某某健壮 连忙接了一盆水泼了过去 可火是太大 没浇灭 随即郑某某端来了第二盆水 这才将小孟身上的大火扑灭 大火虽然扑灭了 可以将小孟的头 面 颈部 前胸和四肢都给烧伤了 从小孟的讲述来看 导致小孟受伤的应该是美容店老板娘郑某某 多次交涉无果后 在小孟出事后的第十个月 小孟将美容店老板娘郑某某告到了法院 要求她承担责任并予以赔偿 可在法庭上 郑某某坚持说 当天是小孟自己无聊 去冰箱拿的冰 拿的酒精 点的火 是自己玩火导致的 与她无关 所以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民事案件的审理法官 他认为这个案件 民事案件的证据是不好的 就是很难认定这个 很难将赔偿的金额全部认定在郑某某的头上 所以他也是建议就是小孟的家人 去通过报案的情况之下去解决这个问题 小孟说烧伤是老板娘郑某某导致的 可郑某某坚决否认 官司继续打下去 胜诉的可能性不大 思虑再三 小孟和家人决定撤回起诉 转而向警方求助 2019年10月9日 小孟提出刑事控告 主张由于美容店老板娘郑某某的过失 导致自己身受重伤 郑某某涉嫌过失之人重伤罪 要求警方立案侦查 提出刑事控告已是小孟出事后的一年多了 真相能查清吗 接到小孟的控告后 太仓警方随即联系了美容院的老板娘郑某某 郑某某仍然坚持 小孟的烧伤是自己玩火导致的与她无关 但小孟给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 据小孟讲 当天美容院虽然没有顾客 可还有一名员工在场 那名员工可以替她作证 警方随即找到了那名员工 当时坐在沙滩上玩手机来 然后呢他们两个呢 他们两个就突然突然就那个 找火了 找火了然后我就吓得赶紧去救火 那么是谁点了火 谁点了火 他们两个人不知道谁点了 那么他们两个人当时在 我意思 现在我们都是手机迷嘛 现在我们的手机帮手机玩 这名员工在接受警方的第一次问话时 否认自己看清了事发经过 二十多天后 警方再次找到了他 这一次他改口了 那个小桌上拿着钞子的 嗯 放在那盆子里点了 盆子里点了 点了 然后没有点刀啊 然后只放在缩缩缩点哈 我没点刀 没点刀他让我们去拿酒 嗯 酒精拿过来 然后倒了半瓶子就 倒在那个血块上 对盆子倒在那里 倒在那个血块上 一下子就找起来火了 嗯 那个火是谁点的 火啊 嗯 火是那个老板娘点 老板娘点的 这名员工改口说 小孟之所以被烧伤 是美容院老板娘郑某某玩火导致的 第一次他之所以说没看清 是因为小孟出事后 美容店老板娘郑某某给他打电话 威胁他不要将真相讲出去 这是很很很痛 当时他打电话威胁我 他打电话威胁说我要赔多万 赔多万 说我要赔钱 说要赔几十万给我 就是你第一次来做笔录之前 他就打电话的 他对我打过好几十电话 这名员工也是外地来泰仓打工的 怕惹事 第一次警方问话的时候 他没有讲实话 这名员工和小孟都指证了美容店老板娘郑某某 再加上经司法鉴定 小孟的损伤程度达到了重伤二级 泰仓警方认为郑某某涉嫌过失制人重伤罪 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并将案件移送给了检察机关 我们未检办案件呢 就是办案不单单是办案 我们是最忌讳的就是救案办案 我们是要确保这个案件不仅能够起诉 而且能够真正的就是化解社会矛盾 然后实现一个案结试疗 也能够修复社会关系 同时能最大程度的维护被害人的权益 案件到了检察院后 检察官认为 小孟这个案件的刑事责任认定问题不大 最主要的是如何帮助小孟 考虑到小孟他们家庭的实际困难 检察官第一时间帮小孟申请了一笔救助金 第一时间帮他落实了这个国家司法救助 给他发放了两万元的司法救助金 国家对刑事案件当中的被害人证人等 确实生活困难的 可以给予一次性的救助 精神和小孟符合国家救助的标准 可对小孟来说 两万元钱只能解决一时的生活困难 他还需要长期的康复与治疗 这点钱远远不够 帮他获得经济赔偿才是主要的 就是需要的这个金钱缺口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个嫌疑人呢 他是拒绝赔偿 因为他他不承认这个事情是他做的 所以他就后面的医药费 他也拒绝继续承担 虽然有关证据都指明 美容院老板娘郑某某涉嫌过失之人重伤罪 可他一直不认罪 如果他一直是这样的态度 或许最后法院判了他有罪 小孟想要的经济赔偿也不一定能拿到 促使郑某某认罪认罚 成了检察官主要的工作 他一直对我们 一直这种抗拒的态度 无论是对于他个人将来的处理 法律上的处理 还是对于这个小女孩他们一家来说 其实都是没有好处的 检察官解释 郑某某涉嫌的过失之人重伤罪 如果他能够认罪认罚 得到被害人小孟的原谅 是可以获得法院轻判的 另外郑某某自己也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也是一位母亲 检察官就从情感上去感化他 如果是这样一个年纪的孩子 是他的孩子面临了这样的伤害 而伤害他的人不承认不赔偿 那他作为一个母亲他有什么 他于心何人 他心里面能平衡吗 就是能那个过得去吗 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换位思考 能够唤醒他的那一点母爱吧 检察官的努力起到了作用 在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后不久 郑某某就承认了 当天确实是自己将酒精倒在燃烧的卫生纸上 导致酒精爆燃烧伤了小梦 他同意在已经支付了十几万医疗费用的基础上 再赔偿小梦50万元钱 那么就最后就达成了一个 先赔付10万块 然后剩下的40万呢 是每个月分期付款 在一年之后 这个所有的赔偿协议全部履行完毕 这样的方式 最后双方都同意的 得到赔偿后 小梦和家人出具了刑事谅解书 检察官也向法院提出了 对郑某某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 最后法院判决郑某某过失之人重伤罪成立 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缓刑两年 小梦的心扉被打开 比较沉默 而且是一种不安感 妈妈开办了一家手工作坊 我现在看到她这样的话 我自己妈妈也走起来了 走过阴霾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得到了经济赔偿 小梦的后续治疗和生活有了保障 可对小梦和家人来说 困难还不止这些 因为外貌的改变和身体的创伤 小梦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 连门都不出 这里她的成长和身体恢复 是十分不利的 为了帮助小梦 检察官又联系了当地的民政部门 因为民政部门能够对困境儿童提供帮扶 通过沟通 太苍市民政局帮小梦找了一位心理辅导老师 通过心理老师一段时间的辅导 小梦慢慢地打开了心扉 愿意与人交流了 我们看到她的朋友圈 都是特别 就是她经常会发一些 那个自拍的小视频呀 拍她自己 对 拍她自己 敢于展示自己了 对 敢于展示自己了 为了配合小梦的心理治疗 检察官 心理辅导老师和一些志愿者 时常会去看望小梦 开导她 并在她生日的时候 一起给她祝福和加油 现在的小梦脸上已经有了笑容 前段时间 她应聘到了一家快递公司 从事统计工作 现在她比我想的那个 她比她欣慰的 现在比她欣慰的 我现在看到她这样的话 我自己慢慢也走出来了呀 而小梦的妈妈在民政 妇联等部门的帮助下 开办了一个手工小作坊 利用社区的富贤劳动力 从工厂接些手工活 小梦与妈妈的生活 正在慢慢地回归正规 小梦被严重烧伤后 刚开始是比较绝望的 因为证据不足 肇事者又拒不承担责任 那么当未成年人权益受损时 应该怎样处理才好呢 我们来听一听北京青少年 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佟丽华主任的看法 就是像这个小孩 他受到伤害以后 其实应该及时寻求一些 政府或司法机关的帮助 你比如来说 因为他刚13岁 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在这个 我们说美容院打工 尽管是学头工 但是他也是一个打工的性质 换句话来说 就是使用同工的问题 是政府的劳动监察部门 查处这种 劳动行政违法案件的 一个主要内容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这个小女孩 在她刚刚受到伤害的时候 她也是可以寻求 这个劳动监察部门的 这样一个帮助 她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来举报 这是一个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这里又涉及到这个 刑事的问题 因为他已经构成重伤的 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 所以说 他可以向公安机关来 及时报案 希望公安机关来 是进行侦查 就是在很多案件当中 如果行政执法部门介入 或者公安刑事内容侦查 这个时候 就是不仅是对这个 违法的 或者说犯罪的 这样一些人进行处罚的问题 其实他还能完成 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帮助这个受害人 稳定取得证据 那么这个证据 会是成为这个被害的 未成年人 下一步他来维护 他的民事权益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政治基础 本案的检察官 在办理这起涉及 未成年人权益受损案件时 还做了许多帮扶工作 这透露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再来听一听 佟丽华主任的解读 就是我们原来的检察机关 早期的检察机关 更主要的就是追究 犯罪分子的行事责任 提起公诉 但是现在检察机关的未检 他的职能已经远远超越了 传统 大家概念当中的检察机关 就是追究犯罪分子 行事责任的 提起公诉的 检察机关在 保障受害人的 受害未成年人的 合法学义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你比如 包括在这个案当中 积极给受害的未成年人 提供司法救助 司法救助 虽然他不能像民事赔偿 那数额高 但他也给这个受害人 和家庭 他是血中送炭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从危检的角度来说 其实在办理案件的同时 还积极地寻求 为受害的未成年人 提供 社工的心理方面的帮助 这个在很多案件当中 我们都能看到 有的检察机关在这方面 都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 还有一些检察机关 在办理这些未成年人 受到侵害的案件当中 如果这个未成年人 他涉及到民事的权益 就是检察机关 积极地寻求 专业的律师 来给这些受到 伤害的未成年人 提供法律运助 这也是检察机关 在做的工作 当然还有一些案件 如果涉及到一些 相关部门的问题的时候 相关行业问题的时候 检察机关还可能提起 公益诉讼 所以说从检察机关 在办理未成年人 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 的过程当中 原原不仅是传统的 我们说刑事的 这样一个问题 它确实我们说 在扬额落实 我们法律规定的 最有利于未成年的原则 全面地为这些 受到伤害的未成年人 提供帮助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提出要构建 家庭 学校 社会 网络 政府 司法 六位一体的 社会化综合保护体系 和权益保障机制 也就是说 未成年人保护 是全方位立体的 不是单独个体 或部门能完成的 检察机关 就是在整合 社会 政府等 多方面的力量 努力为未成年人 搭建一片晴朗的天空 好 感谢收看 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 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